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Fanesha Chao 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立刻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时事热话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国安教育和第六波的疫情问题 无线新闻记者出身 在2008年至2013年 做过劳福局政治助理的莫怡端 他就在黑暴期间 和前政府旧同事发起联储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近期接受一个访问 说到他们已经举家移居到英国 莫怡端就说 他说本来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 当时都未打算离开香港 但是去年因为子女在国安教育的问题 引发他去思考他的子女未来的处境 莫怡端就有一子和一女 接受访问时他就说 有一天他读中学的儿子就跟他说 就问他 他就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学校就有一个国安法问答比赛 儿子就很凝重地问他 他说如果日后要考国安法 应该怎么读好这一科呢 莫怡端就问过儿子怎么回答 他说不如儿子你先说你怎么回答 他儿子就说是回答的 你说的 莫怡端听到之后 就千叮万足叫他儿子不要告诉他 是自己教他这样做 几天后他儿子就找莫怡端入访谈 就问了一些关于问答比赛的内容 以及日后要测验或者考试等等 要怎么读好这一科 莫怡端就说自己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只是就回答他儿子 You believe what you believe 但课程有这样的要求 就要跟答案答 他就开探竟然要教导年轻人表泪不一 他就说他自己都觉得接受不了自己 他说还要在那一刻他教的是他的儿子 访问中莫怡端就说 本来是不怕儿子女被人洗脑 但又忐忑是否要离开 直到发生这件事才决定要走人 莫怡端这样说 其实真正挑战是如果不让人洗脑 前路就会更加辛苦 你想想这些开口说洗脑 埋口说弃搭 其实莫怡端和其他口说下一代移民的家长 就是为了下一代移民的家长 其实是否同出一切 莫怡端这些想法 说得白一点 其实就是不喜欢香港推行国安法和国安教育 所以移民去到国安法更加严苛的英国 你说这些逻辑是否相当感人呢 说真的香港教育制度下国安教育 外国教育一直都是缺席的 正因为这样 所以香港才要推行相关的教育 是一种撥乱反正 亦都是应有之意 就好像身为校长和立法会议员的邓飞那样说 他说国安教育迟离 但是好过没到 他就质疑莫怡端未有去尝试了解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实际上是怎样运作 就网下一些洗脑的定论 对课程设计的专家是不公道的 传媒引述消息说后任特首李家超 这个星期就会去到北京去领取国务院委任葬 大家都相信 李家超到时候就会就新的班底的人选 就会和中央交换意见 我们更想说的就是 就算做过高官 都不一定是代表这些人 是对国家有一份的情怀有使命感的 举个例子 看下最初做过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 还有之前也有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黄永平 还有现在的莫怡端 都令人看得到他们对国家是很有偏见 新政府组班真的要小心去找错这种 抱着打工心态和抗共心态的人入局 否则到时真的会同藏异梦 说完移民我们也想谈谈疫情 正当有专家很乐观估计 如果疫情没有变种没有恶化 加上重症个案大幅减少 可能到7月市民在户外不用戴口罩 甚至能够取消熔断机制 访港旅客可以居家隔离 但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署首席医生欧嘉荣 昨天在每天的记招预告 他说香港一定会出现第六波疫情 问题只是时间何时发生 欧嘉荣解释 因为现在市民染疫后的抗体水平 会随着时间而下降 加上病毒随时都可能会变异 所以呼吁市民真的需要接种疫苗 当疫情由五万多宗 回落到现在的二三百宗 每天都是 再加上社交距离的措施 陆续都有放宽 市民走过高山谷底 很容易出现抗疫疲劳 但我们也不能够松懈 如最近中环南桂坊的酒店群组 怀疑扩大 有一个六十四岁的女子 去过太古城的快餐店 同时段亦有一家三口的食客确诊 当局被对两者的病毒基因排罪 是不是一致了 幸好的是当局可以很快 很精进地找到传播链 但随时不幸的 这个案件又再次提醒市民 其实你出街吃饭 你去一些脱口罩的地方 其实病毒可能是在你附近 政府前日在5月21日起 开放未曾受感染的 18岁至59岁的人士 可以选择接种第四剂的新冠疫苗 不过现实是香港市民 还在追打第三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回数字 截至去到昨晚的8点 打了第三针的市民 都是只有360多万人 比率大概是53.3% 真的不算高 你说打第四针的人 其实都不够10万人 看过去这么多切谷针 最有效始终都是疫苗通行症 不让打针的人 进入大部分的处所 是比幸运大抽奖更加有效的 当局要令市民加快去打针 应该适当用强硬的招数 一定是不少的 好了 今天的《今日焦点》 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谢谢大家